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 8月13号星期二 我是嘉远 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 举国体制催生奥运金牌 中国体育民间资源问题再成焦点 杭州保安与外卖员冲突登上热搜 抗议事件遭维稳 跨国企业市井 中国经济疲软 公众消费降级 习近平是独裁者吗 原邓小平翻译高志凯接受外媒专访 大选敏感时期 美国民主党议员团到访台湾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024年巴黎奥运会 中国队以40枚奥运金牌和美国队并列金牌第一 但奖牌总数为91枚 远低于美国队的126枚 中国官媒大赞国家队在境外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不过中国业内人士则批评 举国体制催生奥运金牌是一场政治运动 请听记者前朗的报道 第三十三届夏季奥运会本周日 在法国巴黎落下帷幕 来自200多个国家 一万多名选手 经过19天的绝足 其中中国运动员可谓满载而归 央视新闻报道 中国体育代表团多个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 同时还创造多个首次 对此江苏网民 扎武全本周一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普通老百姓的话 还是会关注的 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 关心在那个生存啊 金牌数量 它不能代表中国的人的体制 健康各方面 因为它这个体制 它是一个训练出来的一个体育机器 中国人民的权力数字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 因为不太重视这个 你像学校的肯定考核 这方面体育都不是过于重要 在巴黎奥运会公布的 各国选手总成绩中 美国队继续排名第一 共获得金牌40枚 银牌44枚 铜牌42枚 奖牌合共126枚 远多于中国的91枚 在央视新闻微博评论区 网民大赞国家队同时 人不忘嘲讽美国 网民旗杰努力点留言 老美用药也还是比不过我们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的中国人 还有的网友留言 阿美可要勉强得金牌 以我们持平 甚至有网民留言 中国中央队40块金牌 中国香港队2块 中国台湾队2块 总计44块 而且干干净净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一员工家属孙楠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当局对国家队运动员的投入巨大 但对民间的投入几乎为零 民间体育几乎没有什么投入 我有亲戚也在国家体育总局 他是搞民间体育的 但是他们很穷 基本上不怎么拨钱嘛 如果国家把民间拨钱 某一个项目可能就会提高一块 比如像马拉松前 大概是04年到14年 各地都在举办马拉松 然后那一年中国的运动员成绩提高也挺快 那根本就不是体育 就是个政治运动 就像跟当年大连钢铁一样 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他曾经记得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一位没有教练 没有医生 没有任何陪同人员的 外国乒乓球运动员到北京参赛 而且取得不错的成绩 他说 中国的教练员运动员 完全是国家财政供养的 也就是纳税人的钱堆出来的 刘翔获得金牌之后 当年统计 一块金牌和人民币七个亿 中共政权为什么要不惜代价的投入金牌的争夺呢 就是要把金牌作为极权政府和极权党的颜面 北京奥运之后 胡锦涛就提出了中国的道路 发展到今天就是四个字系 时事评论人士蔡神坤告诉本台 中国未获得奥运金牌 不惜一切代价去选拔培养运动员 有些比赛项目从小培养奥运选手 这与西方国家有明显差异 他说 我们看到有职业的选手 但是他很多都还是在从事别的工作的 而且西方国家也没有专门的 针对这些方面培养奥运冠军的 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是走织 来进行专门的训练或者拨款 很多的他都是这种业余体育形成的 蔡神坤认为作为人口大国 中国集中精力 并以举国之力打造大量的优秀运动员 取得91面 奥运奖牌也不意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前朗报道 星期一 杭州保安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的消息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网首 有网传视频显示 附近众多的外卖员 聚集在该小区物业处集体抗议 也有大批警察到场维稳 这场冲突 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 而警方对这一事件又是如何处理呢 请您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本周一 杭州保安与外卖骑手发生冲突的消息 一度登顶微博热搜 相关图片和视频也在网络热传 有视频显示 许多骑手戴着头盔聚集在事发现场 还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强行驱离这些外卖员 同时 外卖员们一起高唱国歌表达抗议和不满 双方发生推散 据多家中国媒体8月12日报道 事发地点在杭州绿城西西市集中心 网络图片中 一名骑手跪在路边 旁边是一名物业人员 第一财经引用网友描述说 这名女骑手送外卖 但是河边没有道路前往目的地 于是外卖骑手把车停下来 从绿化带中过去 出来时踩到围栏 物业人员看到围栏倒下 便将骑手电动车的钥匙拔下 并表示要罚款200元 外卖员由于手上还有订单 情急之下这好下跪 大核报的报道则引述网友披露 当时正是中午送餐高峰 保安要求骑手赔偿损失 并下跪才归还钥匙 报道还说 外卖员下跪的图片 在当地骑手群内传开后 立即引发不满 众多骑手前往绿城西西市集中心 要求物业道歉 现场视频显示 有大量警车 民警和防暴警察 出现在现场 试图赶走骑手 对于这一事件 中国网络舆议论纷纷 有人说 本是同根生 相间何太极 底层何苦为难底层 居住在杭州的一位市民 出于安全原因 采用化名的赵先生 告诉本台 现在正是剩下酷暑 杭州气温高达41 2度 他说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也认为 该事件是一种典型的底层民众互害 即使外卖骑手损害了小区围栏 物业也没有权利对其实行罚款 或采取有辱人格的行为 这些小区的物业啊 包括保安人员啊 他们手中掌握 我们讲就是边际 工权不是一样的 那他们就将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 能进行了无性的这种放大 吴绍平还指出 这一事件发生的根源 是由于物业制造的纠纷 导致外卖骑手聚集 但当局的处理却是本末倒置 对抗疫民众进行维稳 据最新网络截图显示 8月12号晚 已有杭州派出所民警 向各物业发布内部通知 要求今后 在与外卖员沟通接触过程中 避免发生激烈冲突 并严禁物业保安对外卖员罚款 还要求物业防止类似情况 在此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民众对外国品牌商品的消费需求 出现减弱的迹象 有国际财经媒体指出 多家跨国企业目前已经对中国的商业需求 发出警报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金融时报报道 伦敦广告巨头WPP在财报中指出 过去三个月内中国销售额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 该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前景表达悲观 法国美妆品集团欧莱雅估计 今年上半年在中国的销售增长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而大众旗下的保时捷表示 今年上半年在中国销售比去年同期下降了三分之一 欧莱雅首席执行官叶宏木表示 中国是全球唯一消费者信心仍然非常低迷的国家 就业市场不健康 许多中国人将他们的积蓄投资在房地产 但房产已经大幅贬值 金融时报提及会议国际评级的分析师指出 可支配收入前景的不确定性 加上房价下跌导致家庭财富进一步缩水 令消费者将减少非必要支出或转向购买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这趋势不仅限于餐饮 还扩展到服装、化妆品和珠宝等非必需品 在中国消费降级部分 经济学人指出 打出四元柠檬水的蜜雪冰城 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一杯奶茶的价格要15元 经济学人提到 在全球最大的免税区之一海南省 化妆品支出领跌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上半年顾客在眼线和如意上的支出 减少了40亿元人民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埋台白报道 曾经担任邓小平翻译的中国学者高志凯 近日接受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专访 但他回避谈及有关习近平独裁和被失踪等敏感问题 引发舆论热议 以下是记者夏娇华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迪哈森 对律师出身的学者高志凯进行的专访题目是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走上战争之路吗 高志凯认为两岸之间的状态是1949年未完成的内战 中国不想用战争解决统一问题 麦迪哈森反问 但你们正在用船只无人机网络攻击包围威胁台湾 你们的前国防部长曾说 谁敢追求台湾的独立将会粉身碎骨 听起来真像是个和平的人士 高志凯则指是台湾的分裂主义者得寸进尺 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唯一没有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常任理事国 麦迪哈森则说 如果你还要去实现统一 显然事实不是一个中国 他们在过自己的生活 为何对台湾如此执着 你们是一个面积37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人口是台湾的60倍 经济规模是台湾的20倍 为什么不让他们保持现状 高志凯则说 有关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一寸土地都不是多余的土地 然而麦迪哈森问 台湾只有12%的人说 想和中国统一是最不受欢迎的了 高志凯则说 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取决于台湾人民来决定 高志凯还提到未来统一台湾之后 那些宣誓承诺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人 而且要把约议成的据日本血统的人赶出去 麦迪哈森质疑这是种族清洗 在新疆议题上 高志凯说 一些极端维吾尔人真正罪行是煽动新疆独立 他们违背了一个中国政策 麦迪哈森问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他敢不敢批评习近平 高志凯否认 并说可以正面建设性的建议 他反问主持人 敢批评英国君主制吗 麦迪哈森说 他刚刚就说了反对君主制和查尔斯国王 他可以到白金汉宫前抗议 英国八年换六任首相 高志凯被逼问下坦诚 如果批批习近平撒谎 在中国会被迅速处置 主持人说 这是你今晚最诚实的一句话了 旅美中国时事评论员 公子沈接受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连这个半导电视台 一个反西方 反美国的一个媒体 中国都没有办法统战过来 都被这个质疑 所以可见就是中国 中国中国大伪宣 其实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 去为中国的做法洗白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副研究员斯健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中国一直强调的 就是国家安全之上 当然是由中共定义 甚至由习近平 或者中共政治局常委来定 可是他不愿意控触这个概念 事实上在这个维护中国 国家安全这个大帽子下 其他一些都可以牺牲 这个是他没有讲出来的前台词 西藏精神领袖达尔拉拉麦驻台代表 格桑坚称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最不错它就体现一个大汉族主义的这个姿态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是我的一部分 中共当时要跟西藏核档 他们提出过几个前提条件 其中一个是要承认西藏自国以来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另外一个他们也就强迫 要让达尔拉麦承认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达尔拉麦并没有出卖台湾人的利益 达尔拉麦是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要有2300万台湾人民来做出决定 而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花台北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 因2019年参与维员818流水市集会被判罪成 其中的7名被告就判决提出终极上诉 要求终审法院处理行使和平集会权的争议 但法院决定不应该跟随英国最高法院 今年的案例 香港未来能否维持普通法制度 引发人们的担忧 今天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2019年香港民政在8月8号发起流水市集会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柱明等 7名民主派人士不服因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 在组织集结罪上诉成功撤销控罪之后 在就参与直接的定罪提出挑战 经过超过4年 香港中省法院在周一宣布 5名法官议制裁定 驳回上诉 判此表示 7名上诉人就香港法院应不应该跟从英国最高法院 近年的两宗案例所确立的原则 测试本案有没有侵犯集会自由 但认为香港没有法理的基础 把检控、定罪及判刑 视为有别于构成相关罪行规定的独立限制 上诉人举例的两宗案例 其法律背景和框架与本案有不同之处 认为香港法庭不应该跟随英国的有关案例 7名上诉人当中除了李柱明之外 立法会前法律界议员吴阿姨也有倒庭 他离开法庭时表示 这次判决非常重要 又说他和李柱明很感谢律师团体和支持他们的市民 本身是律师的时事评论员双浦表示 香港的法治是原用普通法治 过去香港中省法院就具有争议的个案 经常会参考英国的案例 他担心这次中省法院不采纳英国案例的做法会成为惯例 以前是很乐意把自由宪政法治的国家的判例原则远用到香港 现在就停止了这个运用 很害怕形成的宪例 其他的案件的判决都不用 跟英国的那个新进的法律的那些保障人权的判决减断 所以等于说香港普通法律的法律 这个传统已经不存在 流亡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之峰表示 中省法院的判决进一步限制了港人的自由 增加政权可以对民主派人士进行的政治迫害工具 声音由AI代读 这次裁决是把基本法对港人集会自由的保障做自我了断 而且在法律上很多同类罪行都没有检空的实现 在这次判决后政权可以用中院判决的最新标准 选择性去重新检视过往的集结和游行 有没有可以再提出检控的元素 中省法院这次变相是扩大政权在秋后算账时可以使用的工具 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表示 这是判决反映港人的集会自由 在主权移交之后已经每况愈下 我们过去在香港有举办声援刘小波高级生等等人士的一些小型的游行 过去的话连去申请也不用申请 我们只是通知警方而已 现在这个案例把这个权要交到警方那边 这个是跟国际上面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透过这样一些法律程式来去宣布香港基本就是没有集会自由 他担心透过中省法院判决限制港人自由的情况 日后会越来越普遍 就押着电台记者陈止飞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员斯特里克兰8月11号率领民主党籍议员团访问台湾 斯特里克兰强调此行希望向世界传达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的信息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斯特里克兰所率领的民主党众议员访团 周一赴台湾的立法院与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会面 访团成员包括联邦众议员布朗利、德田、克罗克特以及所属幕僚 斯特里克兰在致辞中指出 这一次访团代表着美国所象征的多元价值 在我思考美台关系时 此行想要传达几个讯息 首先是再次保证美台关系是常见的 并将继续维持强健的关系 他还提及此行将拜会商界政府领袖讨论台美强健的伙伴关系很重要 包含文化交流、国防合作、经济观光等 向全世界传达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的信息也很重要 斯特里克兰认为美台关系如此重要是因为民主 美台之间共享普世价值 包括自由、公民权利、人权法治、女性地位以及LGBTQ的权利 这些对商业与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每天都必须为维护自由而奋斗 韩国瑜在致辞中指出 他上任以来接待了20多个团体 这是第一次全部都是女性国会议员的组合 为此台湾三个政党也都派出女性立委参与 与会的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这是他第一次受邀与外宾会面时 指定由台湾女性国会议员出席 根据台湾的外交部发布的声明稿指出 民主党议员访团从11日到15日访问台湾 在台期间将觐见台湾的政府总统赖清德与萧美琴 与台湾方面针对台美关系、台海 以及区域安全情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访团中众议员德田去年6月 曾经随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罗杰斯访团来台 其他成员则是首次访台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这是台湾在进行国会外交时可以努力的方向 让不曾访台的国会议员都能有机会造访台湾 国会系统是台湾在欠缺正式外交关系下 最重要的公共外交战场 访团在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访台受到瞩目 钟志东解读美国对于中国崛起有所疑虑 产生负面的定位与认知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尤其在俄乌战争中 中国与俄罗斯同盟 对欧美国家传递非常负面威胁的信号 目前美国不只是跨党派 而且行政部门与国会之间 对于台海议题态度趋于一致 这一次不管谁当选 接下来对中政策问题 只是会不会更强硬而已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披露 针对四名美国教师在吉林遇袭事件 美国驻华大使批评中方通报事件细节有限 并敦促中方提供更多信息 而中国外交部则为此进行了辩护 强调这是一起偶发和孤立事件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纽约时报指出美方针对中国政府处理四名美国教师 在吉林遇袭事件的不满 成为美中紧张关系中的又一起争议事件 6月四名来自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教师 在中国吉林市遭遇刺伤袭击 与此同时一名试图制止袭击的中国公民已被刺 事件发生时这四名美国教师正应邀 在吉林北华大学教授暑期课程 吉林警方在事后通报表示 袭击嫌犯崔某某案发当天已被抓获 时隔两月受害人的境况仍受到舆论关注 美国爱荷华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拉斯利办公室 向本台证实 四名受害者在袭击后接受了治疗 目前均已与家人团聚 但并未提供更多细节 纽约时报指出 这起事件目前正成为美中外交的最新疫情摩擦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批评中国政府对事件透露的细节有限 并表示他正在积极敦促中方披露更多讯息 而中国外交部在回复纽约时报问询时 为事件处理工作进行强硬辩护 外交部表示此案是一起偶发独立事件 不针对任何国家和人员 不针对美国在华人员 另一名不知名的美国政府官员也向纽约时报表达不满 这位官员透露 负责中国东北辖区领事业务的美国驻沈阳总领馆 收到了吉林市当地检方通知 称将以寻信滋事罪起诉袭击嫌疑人 但这名官员称 美国政府认为该指控与其罪行不符 而是因按照中国以往对迟刀伤人事件的做法 以故意杀人罪指控嫌疑人 针对美方不满 美国国务院在本台截稿时尚未进一步置评 而中国外交部还向纽约时报强调 美方无权干预中方办案 更不得发表不负责任言论 8月9日 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此回复本台温许氏表示 外交部在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 已经就袭击事件做出澄清 发言人拒绝就事态发展做进一步评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监委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葬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彭博社星期天报道 面对经济疲软 尽管北京加大了吸引外资的政策力度 但今年的第二季度 外国投资者从中国撤资 仍达到创纪录的水平 这反映出外界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深深的悲观情绪 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上周五公布的数据来看 今年4至6月 中国国际支出中的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减少了约50亿美元 这是该数据第二次录得负值 上一次负值出现在2023年第三季度 而且此次净流出额 较当时的数值进一步增加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透露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将于本周前往中国 与中方就金融稳定等多个议题举行会谈 在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 此次会谈旨在保持 美中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稳定 此次会谈将于8月15号至16号 在上海举行 由去年成立的美中金融工作小组召集 该小组成立于2023年 旨在促进双方在金融监管和经济稳定方面的合作 据美国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发布的消息 中国人权律师高智盛遭当局强迫失踪7周年前夕 他的妻子耿和与人权团体 于8月10号在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前举行抗议活动 要求中国政府交代高智盛的下落 据路透社星期一报道 越南新任最高领导人苏林将于8月18号 首次以越共总书记的身份出访中国 这将是他自8月初上任以来首次海外访问 预计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紧密关系 亲戚朋友这次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